看看这个鱼杆怎么样 钢筋汗的 钓鱼的时候老弟向我展示了他自己汗的一个鱼杆 并向我炫耀是多么多么的结实 金拉又金钻 金灯又金串 听他说完之后 感觉手里的鱼杆瞬间就不香了 我准备自己汗一个 并且比赛的还要好 感觉手里的鱼杆 比赛的鱼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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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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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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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这个高科技的钓鱼杆现在已经制作完了 外表看着是不是非常的科幻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使用 它上面这里有一把小铲子 拿下来之后按在尾部可以变成一把小铁锹 组组完之后啊 我们可以用它去挖挖秋蝙之类的 现在我们先在用它在冰面上开个掉个洞 就在这里吧 所以今天讲一下 是 自己这些的壶 在比赛时 我们先用它 打 거죠 再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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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在身边 把鱼管架好之后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手机放在这个支架上 打开这个APP 然后就可以控制它的收放线功能 可以看到滑动起来还是很丝滑的 当我们挂上鱼饵 把鱼饵放入水中固定好之后 打开手机上方的摄像头 我们的手机就会替你监视红色的鱼饵 只要鱼饵咬沟 把鱼饵沉入水中 手机感应不到红色的鱼饵了 它就会发出震动和显灵提醒你 鱼上钩了 鱼上钩了 这样我们就不用总经个鱼饵了 当你钓上鱼的时候 还会触发鱼竿上的灯条 吸引旁边人的注意 收割羡慕的眼光 因为是白天的原因 效果可能差一点 液掉的时候就会好很多 这个鱼竿还可以拿来放风筝 这样钓不上鱼来 空军的时候显得不是那么尴尬 别人问起的时候就说是去放风筝来 没有去钓鱼 因为这个鱼竿比较结实 也吹的时候还可以拿它吃个锅 煮点东西吃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老哥你在哪儿呢 别说话上鱼了 上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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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小这个鱼 不小 看到了没有 这就是液掉拉满的效果